好今天呢我们来上大跃进 一开始老师要提醒你 大跃进呢是所有中共历史学习内容当中 最重要的热门考点之一哦 怎么说呢 我是有评有据的 106年会考到110年会考 这5年当中总共出了3题 跟中共有关的历史考题 而这3题考的都是大跃进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在历史科里面学习的重要程度哦 好那我们就来开始正式进入内容咯 一开始呢 请你留意大跃进运动是从1958年起推动的 1958年 他为什么会推动呢 主要是因为中共的老大哥苏联 之前推动了所谓的五年计划 让苏联快速的工业化 而且真的很成功 非常有成效哦 让苏联可以在冷战的期间跟美国这样相抗衡 的确是有他的一套啊 那所以毛泽东也很想要学习 人家苏联做得到 那我中国帝大物博 凭什么做不到呢 所以要开始推动属于中国的大跃进 那大跃进的口号很简单 来四个字你记得超英赶美 意思如同字面上 而且还设下了完成时间 15年内超越英国 20年赶上美国 哇非常有信心可以做到啊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的口号有点浮夸吗 今天就算了 就算今天的中国已经算是相对强大的国家了 你说要在15年内或20年后 中国完全超越美国 真的做得到吗 就你在进步 人家也在进步啊 美国不是停在那里等着你超越啊 对超英赶美这样的口号喊出来 有时候我们听到觉得说 哎 写作王吗 写吃人说梦吗 但是对于1958年的毛泽东来说 整个中国人民来说 超英赶美是他们真心想要达成的目标 他们真的觉得应该可以做得到啦 试试看啦 这是当年的海报 你可以看到 我没有骗你啊 15年内超过英国 加油加油加油 然后整个在我们大跃进的推动之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生产产值啊 一路狂飙 突飞猛进 一飞冲天 对不对 这样用大跃进的速度奔向更伟大的前程 GO 那我讲到这边你一定很好奇 老师 如果能够做到15年内超英赶美 教我啊 how can we do it 我们该怎么做才可以超英赶美呢 中共这样做 第一个在农业的部分 他实施的叫做人民公社 什么是人民公社 就是把这些农村啊 我们把一群村民分类编组成一个一个的人民公社 那在公社里面的所有成员 他们的土地 财产粮食全部充公 全部由国家来领友 那他们因为土地充公嘛 所以再也没有 哎这是老王的土地 哎这是邻家的土地 没有了没有了 现在没有谁是老王 没有谁是领领 现在就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公社的人 这边的土地没有是你的 也没有是我的 就是我们这个公社的 所以我们要努力一起工作 来为我们这个公社打拼 再来他们的财产呢 他们的粮食全部充公 所以包括厨房里的锅碗 瓢盆 家里的鸡猪牛羊全部充公 所以连厨具厨房都没有了 连这些基本的粮食都没有了 所以去哪边吃饭 去公共食堂吃饭 公共食堂会统一的烹调 然后他们就统一的在那个公共食堂一起吃饭 那你说老师那把人民编成一个个的公社 他的目的是什么 好对于他们来说 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海报上面写什么 摄大骨干墙 他可以便于集中统一调配使用劳力 所以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啦 我们是一个公社的人啦 所以我叫你去做这个 我叫你去做那个我们统一的调配人力 你想想吧 你们这些同学是不是经常在上课或考试期间 借我一次红笔啦 借我一个橡皮擦啦 立可待借下好不好 我们都借来借去缺东缺西的 所以假设老师以这个人民公社的概念 我把大家全班的铅笔盒通通没收 我统一调配啊 来一言一支红笔 一言一个立可待 你们三个共用一个叉子 所以我统一调配啊 统一分配资源 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呢 一样的啊 你再想一想 像台湾啊 你看有时候会怎样 会那个 听说今年凤梨价格不错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抢着要种凤梨啊 因为凤梨价格好啊 但是因为抢着种 所以后来凤梨大丰收 会怎样 生产过剩 价格下降 赔产了 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我统一集中分配嘛 所以来A公社你去种凤梨 来B公社你种火龙果 来C公社你负责香蕉 所以我统一分配嘛 并于发展多种经济啊 然后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现在是一个公社了 所以不分你我了 团结力量大伟大的联盟 伟大的力量 你有没有看到 这些都是当时的海报 然后我们一起要锻炼好身体 一起努力加油 因为我们要高产丰收 我们要大跃进 我们不要忘记啊 15年20年就要超音感美啊 这要比别人更努力才行 好 那真的有做到吗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报道 哇哇哇哇 好像真的做到了 你看这是人民日报 这个麻城的建国一社 这个当时一个人民公社叫建国一社 出现天下第一天啊 这个找到母产 三万六千多百公斤啊 果然是毛主席说的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残 哇好酷啊 然后这个还不是真的天下第一天 哇当年的报道 母产最高破纪录 哇这个红旗的人民公社 不得了了 人家三万 你多少 十三万多啊 好惊人啊 真的是没有想不到 只有做不到啊 当时的口号真的都是真的 好像只要我们努力啊 要多少粮食就有多少粮食 真的是没有想不到 只有做不到而已 所以再努力一点吧 你听我讲到这边 你觉得这些数字啊 这些报道啊 你觉得可信度多高 我们来发挥一下 我们的脑袋瓜功力好了 老师用Chair的GPT 我没有直接问他说这个数字是真的还假的 老师来用另外一个方式询问 第一个我用台湾的资料 这是台湾行政院农委会在民国107年 2018年的数据资料 那老师为什么用这个资料呢 第一个 台湾的农业水准 大家知道应该是世界知名的 所以台湾如果要比农产量 我们真的是有自己的一套 再来第二个 这是2018年的资料 大跃进是1958年推动的 60年前的农业科技技术 跟60年后的农业科技技术 应该也是天差地元吧 所以2018年如果近5年台湾每公顷是5882公斤 那我稍微换算一下 因为两岸的单位不一样 把公顷变成母 把公斤变成他们的金 我来进行计算 到底刚刚那些数字厉不厉害可不可怕 或者是可不可靠呢 LiteChair的GPT的数学还不错 很快帮我算出来了 所以台湾的每公顷成量每亩这样算算算算 3097斤 所以我们在对比这个数字 36000 而且这个还不是最厉害的哦 有13万的哦 所以所以所以 这些报道啊这些数字啊你要不要听听看你现在到底在讲什么 这些数字真的可信吗 这些数字真的可靠吗 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讲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什么 生产资料土地财产粮食全部公有 全部集体统一饲养 你想想老师上一节讲到什么 我觉得不要忽略人性本来是自私的 我本来家里十头猪耶 你家连一头猪都没有 你家才两根玉米 而且我一直看你很不爽 但不好意思现在我跟你被分配到同一个公社 我家十头猪上搅了 你家两根玉米也上搅了 我很不爽 凭什么我十头猪要share给大家 那凭什么你两根玉米 你才搅两根玉米 就可以吃到我家的猪排啊 对不对 我家本来十块地都是我的 十块地收成都是我的 现在全部上搅 然后分给大家 不开心吗 不甘心吗 所以集体生产 有时候他其实会因为这样的不公平 因为这样的不甘心 而导致怎样 导致我不想牡蠣啊 我靠公共食堂养啊 但是如果大家都抱着 我不想牡蠣了 我靠公共食堂养 都没有人要牡蠣 那怎么会有生产呢 所以我们常说啊 公共的生产集体的生产 国有化其实会导致生产力的急速的下滑 但是明明生产力就急速下滑了 人民日报在1958年还是继续爆啊 哇!7月12号3000多斤 26号9000多斤了 到了7月底 哇!已经破万了 还不夸张 8月13号 哇!这个公社更猛了 3万了 到了9月 哇!又6万了 这个数字越爆越夸张 所以是真的吗 是真的一个公社比一个公社还要强吗 是真的人有多大胆 地就有多大惨吗 很明显的我们知道 政客的嘴 骗人的鬼 有时候 我看他都报3000多了 我总不能报说 我生产力下滑 只有300多吧 这个就唬烂一个数字出来啊 所以变成你唬烂他唬烂 大家都在唬烂 因为没有人敢报真的数字 没有人敢面对这个生产力下滑 这个真相 就怕真的从嘴巴讲出来 把问题提出来之后 问题没有解决 被解决的是提出问题的那个人 所以政客的嘴骗人的鬼 在农业部分是这样的状况 那工业部分呢 工业部分很酷啊 叫全民练钢 全民一起 普法练钢 因为哦 要盖练钢厂太麻烦了 不如人人家里都是练钢厂吧 你家巷口 我家后院 田边路边 大家一起来练钢吧 OK 所以 这个是当时的海报 可以看到 相对简单 但是相对相信 只要大家一起动起来 保证钢铁翻一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大跃进时代的练钢 厂土法练钢 所以看起来是相对的简单 很像是那个台湾人 空业 空业的那个窑 好 这个是高雄的中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哎 有没有差 有差 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 正常的练钢三部曲 你要把东西练成钢 那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你要先有铁矿 对不对 有铁矿之后 你要怎么样 可以把铁变成钢 要什么 要高温 而且要够高温 你觉得烧开水 那个温度可以练钢吗 不行 是要够高温 要有一个很强力的锅炉 把那个温度烧到上千度才有机会练成钢 真的钢 可是现在不好意思啊 我是土法练钢啊 好 所以我不见得 我不见得人人挖的到铁矿啊 那没关系嘛 有铁的成分就拿出来啊 所以铁锅啊 对不对 铁铲啊 锄头啊 脚踏车的铁丝圈啊 所以凡是家里有铁的成分就拿出来 那刚刚你看到那个大链钢 那个炉子啊 基本上 不太能够真的弄到什么上千度或更高的温度 他就是拿木啊 木材烧啊 拿炭烧啊 所以引发当时非常多的一个森林的砍发哦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么相对减弱的设备 他真的真的是没有办法练成钢啊 所以当你这些铁制品丢进去之后 温度又不够 练出来东西往往是什么 往往就是铁渣啊 垃圾啊 OK 再给大家看一下资料啊 云南神 有很多人地板被拆掉 扔进小高炉 鸡被杀掉 羽毛变成蓝料 那很多鸡集分子 哀家哀户收集铁制品 各种日常用品啊 锅产跟农具都被没收了 那不管怎样 钢铁的产量目标还是实现了 毕竟你可以看到 连土地的生产都可以报假数字了 那钢铁的生产还是一样可以报假数字啊 所以用小高炉生产的产品大多都是矿渣哦 就真的没有用啊 就是你产出了一堆废铁 然后呢 为了产出这些废铁 你要砍很多的树 拿木材这样去烧 没日没夜的砍 没日没夜的开火 所以要烧多少木炭多少树 造成当时严重的一个生态的浩劫 所以我们讲到最后啊 来大家看一下哦 这个数据资料 这个是中国的红色是出生率 然后绿色是死亡率 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年段它的数据特别的极端 有发现哦 来 红色这边出生率急速的下降 这边很明显 那绿色这边死亡率急速的上升 所以这个地方是个非常特别 死亡率明显大于出生率 正是什么年代 大跃近是1958年开始实施 实施了大概一两年之后 开始死亡率上升 出生率下降 你觉得发生什么事 很明显的透过我们前面讲到的 农业方面因为人民公社 生产力大幅的下降啊 我不想牡力了 我不想积极啊 干嘛跟你们这些人一起统一生产 统一吃饭了 我不想要 所以生产力大幅的下降 那在已经生产力大幅下降 粮食缺乏的情况之下 吃都吃不饱了 我还要没日没日的砍柴 没日没日的开火 然后没日没夜的在那边练钢 而且还练不出真的钢来 劳动力拼命的在消耗当中 所以粮食产量下降 可是我又不断的消耗 不断的输出 好累啊一直工作 累死饿死 所以大跃近的结果 为什么后来就喊停了 因为他造成了当时非常惊人的大饥荒 那因为官方没有很明确的数据资料透露 所以一些历史学家他们有各种计算方式 但无论如何 基本上他们认为在大跃近造成的这个浩劫当中 基本上是死了几千万人 大概三千万到四千五百万的数字 都有历史学家去做估计 所以这张图大家有没有看过 只要会去detector kill most people 前面三个大家应该头像比较熟悉 第三个是希特勒 第二个是史达林 第一名是谁?毛泽东 毛泽东并没有发动什么战争或屠杀 那为什么他底下的人血是最多的呢? 就是因为有时候错误的政策 比屠杀更可怕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大跃近就造成了一个大灾难了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我说过就是106到110年 这五年就是三题考中共的题目 这一题可以看到 夹道义死亡率明显飙高 而且是在这个时间点飙高的 1958年大跃近开始实施 政策失当导致严重饥荒 有看到吗?答案选B 108年又考了又考了练钢超音感美 对不对?上级交代一直练不出来怎么办 看到这些关键字很明显 大跃近再一个 110年图片图片有没有 练铁练钢为1070万顿钢而赚 答案还是什么?答案还是大跃近 所以大跃近这一段 三题会稿题给你参考一下 ok 那我们上到这边了 之后再继续讲下一个阶段吧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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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